欢迎回到美国之一VOA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刚刚结束的中国两会期间 全国政协委员李威建议迁都至河南的南洋襄阳盆地 而此前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新斗教授 在网络上发出的迁都建议书中提到 中国北方的生态环境已经濒临崩溃 他呼吁把政治首都迁出北京 迁到中原或者是南方 有关迁都的说法呢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喧嚣一时 也曾经引发了各界的震动和讨论 但是始终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回应 北京作为首都的历史使命是否已经结束呢 中国迁都有多少可能性 如果迁都最适合的地点在哪里 参加这次节目讨论的嘉宾 一位是我们在棚内的美国哈德讯研究所课作人介员 韩联潮博士 韩博士您好 另外还有就是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新斗教授 胡教授通过sky从北京参加话题讨论 胡教授您好 另外我们的 您好 听众朋友们好 是 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1 请各位观众朋友随时拨打电话参加话题的讨论 那么首先呢 我们想请在北京的胡新斗教授呢 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知道您一直是最赞成迁都的中国学者之一 早在2006年呢 您就已经写了一份中国迁都报告 非常的长 那我想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它是过于靠北 而且自然环境并不好 而且所有的经济资源 各方面资源都集中在北京一地 北京呢又是存在着几千年的皇权专制的这个传统 所以从政治改革的角度来看 政府搬离这样一个地方 也许对中国是有好处 韩先生您非常的反对迁都 给我们谈一下您的看法好吗 我主要有四点 第一点呢 我认为这个中国的当务之际不是迁都 中国的当务之际是智力雾霾 这个失业保障这个就业问题 保障这个食品 饮水 安全 住房等等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扩载媒籍的事情 另外呢 我认为这个迁都是一个劳民伤财 权贵获利的一个做法 第三点呢 我认为这个迁都并不能解决 北京这个城市病的问题 他们迁走了老百姓 两千万老百姓还在那个地方 同样有沙暴 同样有雾霾 同样有饮水的问题 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北京之所以出现这个被毁灭 实际上是中共的这个政策造成的恶果 那你现在一拍屁股就走人 对老百姓也不公道 对这个人民 全国人民也不负责任 这是我的主要的财 begins 而且新的首都的人民肯定也会担心 新问题也会出来 我是不是下一个北京的吧 是 韩先生对 网上有很多人提出这样的看法 就包括之前有谣言 说是要签到信阳去 结果信阳人民站出来说 不行不行 不能来毁了我们的城市 所以这也是很大一部分人的观点 就是说以北京的这种城市规模 这种首都的规模 还有中国这个管理模式 签到哪里 对哪里都会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您觉得呢 我觉得肯定是的 新问题老的问题会存在 因为会给北京带来很多食指式问题 失业呀 很多这个不会解决新的问题 还会造成不会解决旧的问题 还会造成很多新的问题 不仅是对北京造成新的问题 那么还会对新的新都造成新的问题 信阳的话又会失去信用 又会失去阳光 肯定是两个这个结果 不过他现在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把首都分成好几个 文化首都政治首都经济首都 如果说把一部分的首都工人 留在北京的话 会不会对北京的人民 比较可以交代 对其他的地方的伤害也没那么大呢 这个问题呢 我想南非是这样做的 南非他把它按照这个三权分立的做法 他分成一个三个首都 但是这个很多的不便利的问题 你想如果是一个使馆 外国使馆 那么他派出派外驻人员 文化参战是不是要到文化首都去 军事参战是不是要到军事首都去 经济参战会要到经济首都 所以造成很多的这个不便 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可取的一个方案 但是呢 是作为一个陪都或者卫星城市的一个方案呢 倒是可以值得考虑的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 从去年八月份开始提出了这个 经济计协同发展 而且提出要说北京天津双城计 您觉得他这样提是不是也是要分散北京的压力呢 我觉得他是想分散北京压力 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治理的问题 这样治理呢 我觉得从这个成本来看 可能比那个迁都可能会更好一点 所以基本上其实是治理本身 如果搞好的话 其实就不用担心说 因为这个地方会被我们弄糟了 所以我们要搬走 是这样的 那么胡教授 我们想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您既然赞成迁都 那么您觉得迁到哪里最合适呢 胡教授 迁到中部的地方 为什么呢 我是比较早的 或者是最早的提出迁到南洋 襄阳平原的 为什么要迁到那个地方 因为那个地方 它是中国的正中心 可以说 它是南北的一个分界线 是在汉水流域 它是南方 与北方 就是黄河长江的中间 也是东西部的一个正中间 它背靠秦岭 便于防御 当然不是说在南洋市 所以很多人他误解了 以为是要迁到南洋市 说南洋市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 还在拥进去那么多官员 我指的是要迁到南洋平原 平原建一个小的政治首都 所以不存在着刚才那位教授 所说的劳民伤财的问题 恰恰恰相反 建一个小首都 几十万人的小首都 还有利于带动中部的经济发展 有利于中部崛起 吴教授请教 您刚刚讲的是说 如果迁到南洋平原的一个好处 那我想请教说 那会不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您有做过分析吗 当然这个负面的影响 看怎么说 任何事情它有利必有弊 关键是看利大还是弊大 我认为利远远大于弊 也就是说通过迁都 我们可以建设一个非常优美的 环境优美的一个小的政治首都 它与市场经济是相配的 市场经济就应当是小政府 那么相对应的就是一个小的首都 而且我政治首都和经济首都分开 经济首都可以设在上海 政治首都可以设在南洋平原 政治与经济分开 这也是一个现代国家的一个原则 也就是像美国那样的 这个华盛顿是主要是负责政治方面 但是这个经济可能操纵在华尔街的手上 在一个发达国家政治 它不应当太多的干预经济 就像不能够通过公权力行政手段 过度的去干预市场一样 所以政经分开是现代国家的原则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 我主张设立政治首都经济首都 然后还有文化首都 北京冷难是中国的文化首都 好的 我们接下来来接听两位观众的热信电话 首先来接听一下南京的许先生的电话 许先生您好 南京的许先生 请您发言 你好 请您简短发言 刚才听了各位专家发言 都比较好 我成为了这个 签筑不签筑 生药不生药 关系的是林陶港府 能不能抓这个文化的根 因果教学 你去到哪里 如果不抓这个文化的根 决定的应许是人 不是我 当前就是看这个武漫比较严重 主要原因的很多 主要有这个差质度 没工长度 我们有这个工修差 城里面的工修差 也可以减少一点 武力是例如可以地平差 实际车 是吧 好的 谢谢南京的许先生 接下来我们的时间 留给江苏的张先生 请张先生来简短的发言 江苏的张先生您好 张先生 请您简短发言 喂 你好 请讲 我想说一下 关于清都的问题 清到哪里 哪里就是一个祸害 还有不是 刚才专家讲的说 说政经分开 这个在民主国家 可能是比较可行的 但是中国是一个 高度的中央集群的国家 应该是不太容易实现的 谢谢 好 谢谢 好 请在北京的胡兴的教室 来回应一下 江苏的张先生的发言好吗 他说这在中国是不太可能的 您觉得呢 他说的迁都迁到哪都是个祸害 这看你怎么来说 如果你迁都冷然要建一个 像北京这么大的一个城市 结果又造成当地的资源的破坏 环境的污染 水资源的枯竭 然后又形成这种官僚主义的 这样一个氛围 然后又弄得非常腐败 那当然就是走到哪儿就祸害了 这是我们提出的 在目前中国的这样的政治体制下 您刚才说了 这些就是迁到一个新的地方 您觉得不会发生吗 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方面的一个考虑 所以我认为现在倒也不一定是最合适的迁都的时机 因为我所说的迁都呢 实际上是分都 我刚才说了 分都的前提是分权 如果不能够分权 政治仍然干预经济 政治仍然干预文化 那么政治经济文化 就不可能设在三个城市 不可能设三个首都 所以分都的前提呢 他要分权 那分权呢 那又取决于中国的政治改革 当然中国我认为再朝这个方向走 比如说中国现在越来越要求 政治或者说行政不能够去干预经济 要减少审批 要让这个市场经济比较自由的发展 可以说中国在建立自由市场经济方面 理念现在是完全到位的 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积极的 朝着这种自由贸易方向发展 这样一个国外经济体 谢谢胡教授 我有个问题 想接着这个胡教授的发言说一下 就是说您说呢 没有 中国在没有进行政改之前呢 是没有办法迁都的 因为这个权力太集中 那您觉得 所以现在您觉得也不是迁都的最佳时机 那您觉得迁都的最佳时机 应该在什么时候呢 胡教授 迁都的最佳时机 那就是中国基本实现了转型 或者是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 通过迁都来促进中国转型 来促进中国政治改革 通过迁都来割断千年皇权主义的这个传统 来远离北京的这种特权文化的这个包围 来促进中国的整个社会的变革 而且我们建立一个小的政治首都 这个小的政治首都 是非常廉洁的一个城市 不容许设立各种娱乐场所 它只有一些政府办公场所 可能还可以有一些大学 不容许设立各种娱乐场所 所以它甚至可以促进官员的廉洁 政治的亲民 胡教授 对您说到这里呢 说要建立一个小的这个首都 我看到昨天有一篇报道出来是财经杂志的报道 他说金金纪三地已经达成共识 初步确定将河北省的保定市 作为政治副中心的首选地 那么未来将有一批国家部委下属的事业单位 和教育机构率先搬迁到保定 那么您是怎么看这条新闻的呢 胡教授 我认为中央政府搬迁到保定 这个可能性不一定特别大 因为北京已经足够大了 北京内部有非常大的回旋的空间 北京有13个区限 比如说这其中有的区限 比如通州就可以作为副政治中心 为什么要搬迁到保定 我不大清楚 保定的自然条件也不是特别好 当然保定它是一个军事重政 它拱卫着北京 对于保卫北京是有很大的作用 但是河北它本身就是一个严重污染 污染的成分 中国的十大污染城市 河北就占了七个 这个保定是否适合作为副政治中心 甚至作为副首都 我觉得是有疑问的 而且这些公务员愿不愿意去 可能没有几个人愿意到保定去 可能最后还要把保定划归北京 那北京就越来越庞大 那么北京的这种臃肿的局面 反而会加剧 因为你必须把保定划归北京 成为北京户口 你不划归北京 那公务员更没有人愿意到保定去办公 好 谢谢胡教授的分析 那我想请教一下现场韩生 就是说刚才胡教授也提到说 第一个是说分权的部分 我想请教他就是说 当然在这个如果分权之后 政治然后还有一个主权力 还有一个政治的副权力 或者是军事的一个首都 有军事方面的权力 这些方面有军事权力 我们知道华尔街 可能在某些程度上 对华府地区可能它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所以说如果说这些中共党内会允许说 在各种权力上有山头林立的现象 那另外是说另外还提到说 我们是在另外成立一个小的首都 可以做得很连接 我们知道其实华盛顿地区 本来也就是另外成立的一个首都 但是现在丑闻也是我们经常在报上看得到 那这里是有可能的吗 我觉得这个美国的首都 把它经济和这个金融分开 政治和金融分开 实际上不是一个计划中的事情 是通过这个市场经济的调节 产生的这个一个结果 但是呢 这个不是形式上的 首都建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这实质上的 这个能不能走上宪政的那个体制 这个是关键的 那如果是说你即使这个形式上 分成三个首都 但实质上你还是一个极权统治 那这个我觉得就没有任何意义 小的首都的话呢 当然如果是能够真正 实行这个三圈分立 走民主宪政 那还是可取的 好的 时间关系呢 关于中国是否需要一个新首都的话题呢 就只能进行到这里 感谢哈德讯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 韩联潮博士和北京理工大学的 胡星斗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 稍后我们还有走进美国栏目 请您锁定收看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